牙疼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,牙疼也会有多种原因,在追究其原因的时候需要根据具体的症状分析。 有些人在喝热水的时候也会感受到牙疼,根据这一现象具体分析,才能切合实际的缓解牙疼。 喝热水牙疼是怎么回事? 一、口腔疾病。 存在有口腔疾病的患者通常喝热水会出现牙疼,因为热水有一定的温度,较高的温度能够刺激到了牙周组织。 一些患有口腔疾病的患者会有牙神经脆弱或者被感染的情况,牙周组织被刺激过后就会有疼痛感。 比如患有牙周炎、蛆齿等的患者都存在这种现象。 二、上火,排除掉口腔疾病的可能性,很有可能就是牙吟上火了,牙吟上火也会导致肿痛,特别是根部在被热水接触到的时候,疼痛感会较为强烈。 喝热水牙疼怎么办? 一、口腔疾病引起的牙疼,二、上火引起的牙疼,如果是上火所导致的牙疼,那么最好的方法,就是多喝一些温水。 不要喝过热的,多喝水可以有效的去火,除此以外,还可以泡一些专门用来吃火的茶。 上火的症状消失过后,牙齿就不会疼了。 三、平时注意口腔卫生,牙疼很多时候也是由于清洁牙齿的时候,清洁的不够到位。 口腔卫生是最需要注意的。 喝热水出现牙疼大多数情况,都是口腔疾病产生的。 一般的口腔疾病,都是由于口腔卫生,没有清洁干净导致的。 那么在平时就需要多多注意口腔的卫生,每天早晚刷一次牙,大后要做到漱口。 最好一天用牙线再清洁一次牙,这样就能够减少一些细菌的滋生,防止口腔疾病。 四、少吃刺激的食物。 刺激类的食物不仅有辣椒一类的,还有过冷或者过热的东西,这些都要少吃。 特别是牙齿较为敏感的人,是不能吃这些刺激大的食物,不然就很容易刺激到了牙周组织,从而导致牙痛。 喝热水或牙疼一般是口腔疾病和上火的表现,解决的方法其实也比较简单。 不过大家最好采取一些较为快速的止痛方式,牙疼通常都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饮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